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台南听听看 我是主持人王美霞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我们的频道北部地区是90.1台北健康 苗栗地区是FM98.3大苗栗广播 中部地区是FM92.9城市广播 台南地区是FM97.1台南之音 台南听听看我们用60集的专辑 为各位直播在台南这个城市里头 我们看见许多爱与理想的故事 借着建筑美学文学以及台南的小吃等等 我们希望有一个城市出发 让您看见我们整个岛屿中 大家可以共同实现也共同喜爱的美满愿望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是在台南非常有名的 凤茶店的主人叶东台先生 那叶大哥刚开始跟我们谈到 他如何与凤茶的因缘结缘 也提到我们讲说在茶室岁月里头 他怎么看待茶的文化 所谓茶的文化 我想跟各位提点是说 您到凤茶有 如果你今天随便买了一个 不管是你喝的老人茶 或是你喝的许多的茶 那其实叶大哥认为 每个茶品它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世历表 那么就这样吧 把它写一个非常好的词句 我记得印象很绅士 那个当时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品叫做木烫清茶 叶大哥这个茶 真的让我很感动很震撼 因为你看那个文案你这样写 烫伤你 因为我的心够热 哇哩哩你想想看 你喝的这杯茶是烫在心里头的热 那我觉得我很想要请您谈一谈 当时为什么有一个这么精彩的文案 跟这个木炭清茶这个茶品呢 那是因为我在大概95年底 那店里面遭到一个火灾的袭击 那所有东西都毁于淡了 对就有一个店在楼下就这样烧掉了 了解 然后这个官司还缠送了四年 那这是一个大挫折 那当然一开始我们烧掉的时候 已经要急着把它护原 所以就想到怎么样来筹备修复的基金 那刚开始就想到 不然我们就来烫烤鸡腿饭 或者是火烧猪排饭 这个跟一个火有关系吗 但是后来想一想我们自己是卖茶的 怎么可以这么丧志不把茶拿出来 了解 所以后来就想到了 在火场里面看到一包茶 是 然后拆开以后竟然泡起来 好像滋味 也别有一番 被火烫到的味道 是不是 所以后来我就想说 我们常常有用木炭在陪茶 不然就我们来陪一泡比较特别的清茶 来做这个纪念 现在这一道茶也是我们这道奉茶大家必点 因为我觉得这道茶的背后 其实如果听叶大哥这样讲 他其实有那种 我们即便经历了许多挫折 可是挫折之后 我们可以用诗意的心情 重新迎接 然后再度的出发 我想这个诗意的心情 你如果到我们今天的奉茶 你的墙壁上一看就发现了 来吧 我告诉你 他今天他写的玫瑰清茶是这样讲的 买一座青山 玫瑰清茶 买一座青山 植满想念的玫瑰等你 那葡萄柚的绿茶 他这样讲 他说是 有一种心爱的酸涩 背着你脸红 你想想看 你今天看到了一个桂圆枣茶 他说双手紧握 静静守候 桂圆之曰 枣到 那个枣是红枣的枣 也是希望你 跟我有一个圆满的约定 可以枣枣来到 对不对 我发现你其实不仅是茶油 你的茶呢 还真的很意外的加了酒 对不对 有个茶品的一翻一看 月鬼 很多人想做事 叶大哥 他用诗来告诉你 这个打油是叶大哥 你怎么写啊 就那时候呢 是清茶里面加了一点白蓝地 那所以有时候也是自嘲 因为青茶就给他 青代表这个少年 所以都没事加减喝酒 就会有意外的结果 这种月鬼还真的是 担当了许许多多的危险 对不对 那我觉得呢 其实呢 他当时也曾经写过 非常有意思 很喜欢喝那个杨桃绿茶 因为杨桃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好像他比较滋润喉咙 绿茶又是非常非常的新凉 可是你知道那个杨桃 他的形状就很像星星耶 对 所以因为这样缘故呢 叶大哥他真的给他写了一句 很有趣的文案 我来听听看 我说心里酸的寄给信心 留下甜的全部给你 哇真好 好深情的一杯茶 里面真的有那种 你好像听到那个陈生唱 把悲伤留给自己的感觉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趣的 那我还记得 他有一道茶就是那个霜乳奶茶 霜乳奶茶 其实他因为奶茶本身会有那种 白白的泡嘛 所以有这个联想 叶大哥也写了一个很有趣的文案 那个文案 叶大哥你怎么写来 时间像云停在你的唇 教人之想 闻闻你的白胡子 哦了解 这个比越轨还越轨了 真的想到那个云 然后呢就是因为那个泡泡的那种奶 奶的奶泡呢 就在你的嘴巴里 突然是觉得 喝茶的你真美 因为你的美 所以我真的很想闻闻你的白胡子 留在你嘴上那一泡的 一点点的奶泡 那我觉得是很有趣的 可见 我们可以把一首诗 放在一个茶 也可以因为这一个茶呢 而邀约了 其实很多的诗 所以我记得叶大哥 在我们台南所有文化活动里头 大大小小 您都喜欢写诗 我真的要这样讲 我常常跟别的朋友说 如果他是一个诗人 然后来开个店 其实也真的了不起了 可是台南 航道更高 叶大哥 开店开了三十年 还俨然是个诗人 这就真的了不起 所以每次的文化活动中 我们都要约他来写一首诗 我记得我们台南 林百货是一个很重要的景点 那么在当时呢 这个从林百货呢 八十几年前 他有一个流龙 然后我们把他流下来之后 最后这林百货呢 他就因此呢 得以重现风化 我在写林百货这本书的时候呢 我就讲到 对台南来讲 其实林百货就是我们回去的家 因为这个家永远 always is there 就在那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了 我们永远可以因此回来讲故事 那我想在林百货还没开目前 一大哥还有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好朋友 他是在这个日本京都 我看山先生我们几位 就在那边做了几次的茶席 其中有一次茶席 是在写这个流龙 所以我记得一大哥 您当时好像就因为这个茶席 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对 流龙是一个很趣的故事 对 因为那是现在的电梯嘛 对 那以前没有的时候就叫做流龙 那 他曾经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 这个台南人都说 这个穿千坨地瓜类坐流龙 对啦 台南都会讲说 做人第一送啊 穿千坨地瓜类去洗海啊 是这样子 那是当年算是最流行的事件 是 那所以有一个阿婆 听说去排队 听说坐流龙的傻味嘛 排队要进去看看那个 电梯该怎么做这样子 所以头前一段女孩 揉起来 女生进去了 对呀 小姑娘漂亮嘛 对呀 很漂亮很年轻嘛 阿婆在后面就在等 等啊 左等又等 没有老婆 差不多 几个人之后 门打开了 哇 她就想说要揉起 不胖 是怎样 为什么 对他们走出来是一段阿婆 天啊 这个电梯才是这样 尤其是那年轻小孩 出来又变阿婆 就是变阿婆了 我这种老的尤其 等一会儿 给他们挣出来 我了解 所以她是不敢进去的 对不对 是啊 真的是很有趣 那时候人对那种文明的东西 其实是有一点 既爱又恨 然后想靠近又不敢 其实我们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林板后 最后现在有查了一个版画 那这个版画是潘元石老师画的 它里面的版画中 还有一个是 当时很想进去 做那个流龙的 那个许文龙先生 可是呢 我们的这个 潘元石老师呢 他说看到就不太一样 他说 这个有一个阿婆 进去之后 然后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 今天店里面走出来的呢 然后呢 竟然是一个女生 所以呢 那个他的阿公 就在那边讲说 哎呦 那是这样 我也叫我到老 也走 看看 进去的时候 是阿婆出来 就是一个小女生 真漂亮 所以他觉得其实很可爱 这个流龙就产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那有趣的故事 其实我们把它变成一个有趣的诗 那可能是 可能是更重要 所以一大哥你当时是在这样的音源下 去写了这样的一个流龙底 而且我记得 你好像把这个流龙底 也做成非常好的茶品 就是让大家成为一个很好的纪念 对不对 所以我想林百货这个流龙底 真的值得期待 那么我们呢 就让一大哥呢 待会用他自己的一般在引读 给我们听的很美好的声调 在我们等一下的时候 请叶大哥一一的为我们来念 那也请各位听众的朋友 您来尽心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